所谓手里有良心里不慌 说的应该就是正在阿布扎比贝债亚洲杯小组赛 最后一战的中国队眼下的状态 两战过后 继六分排名小组第一的中国队 已经拿到了16强赛的入场圈 接下来他们要做的 就是打好与韩国队的最后一场小组赛 争取在八分之一决赛中 占得一个相对有力的牵位 避免了以往打平级出现尴尬的同时 也不用再费心费力的分级分数 把自己小组出现的指望 寄托在其他球队的身上 这也让国足最近两天的备战 看上去轻松了不少 毕竟在淘汰赛阶段对手 还没最终确认之前 国足所在的C组排名 至少目前看来影响并不是很大 或许是首战营下菲律宾队的过程 率显吃力 而中国队在第二场比赛中兵不许任的三球 大胜同一个对手 尤其是五脸的两个世界波相当出彩 这也让一直把中国视为小组赛最大对手的韩国队 多少有些不能接受 再加上最后一场比赛 又是中韩两队直接对话最近几天时间 抹黑国足似乎成了韩国媒体的首要任务 认为 吴磊虽然在亚洲杯赛场表现出色 在中超联赛也是最佳射手 但真正实力并不算强 如果是在韩国国家队的话 未必能在主力阵容当中获得一个位置 而不少韩国球迷 也把韩国战胜中国队的希望 寄托在了效力英超热次队的孙星明身上认为 只要他能在16日的比赛中出战 力压中国队排名小组第一的可能性将会大增 由于中韩之战在阿联球当地时间下午17点30分 开打为了帮助球员调整状态 国足主教练李皮 也将昨天的训练时间 改到了傍晚 而且在12日上午的训练结束之后 给队员放了一天的假 只要在昨天下午规定的时间之前报到即可 这在国足以往对战的过程当中 并不常见训练之余 本本就喜欢在网上浏览各种新闻的国足队员们 自然也知道了 作为下一个对手的韩国队的反应 不过 他们大多显得非常淡定 在承认孙星明确实很强的 同时也不认为 只要这名热刺球星上了场 跟韩国队的这场比赛 就没得打一百我们的对手是韩国队 不可能只盯着对手的哪一个队员踢比赛之前 孙星明没过来 韩国队不是也赢了两场球吗 二来就像猪教练李皮说的 我们现在最主要的 就是把自身的状态调整好 把自己平时训练中的内容 在比赛中展现出来 没有必要过于关注对手 不管韩国还是其他对手该怎么打 就怎么打爱谁谁吧 我们现在最主要的